4H4L 那就是四輪轉動 你怎麼都知道 因為我以前有開過 你小時候就開車喔 歡迎來到中古車值多少 沒有 我在等我朋友 之前有來看車 然後駕給團差不多就剩他那台車了 看什麼車 來看beat 你知道他開什麼車嗎 Vitara Vitara換beat Vitara換beat 好 就等他過來而已 好了 等一下再帶你們看 拜拜 你確定你要換嗎 對 你確定你要拿Vitara換 那我可能就被後悔 沒有啦 就確定啦 確定就好 真的喔 你可以來說一次那個 為什麼想要換 開不慣啦 車太大 想換小台一點 車太大 對 因為就市區代步而已 可是你這樣Vitara 你19年換beat 你這樣很多配備都沒有 沒關係啦 就是市區裡面自己開的 上班用的東西就好 就上家的班用 就上家的班用 那價格的話 就是招那天假的 OK 你下一次放假的什麼時候 下一次喔 因為今天請假出來 所以 那如果你 如果來不及的話 可能就請你爸爸來 沒關係 因為我請家人來 上一次簽的地方 再幫我簽一次就好 那你到時候交車合約束 再幫我帶過來 喔好 OK 那你就 我就先忙 OKOK 好 先走喔 很晚啦 那你不用看錯 我上次看過啦 我真的想看 他們要拍 好啦 要拍喔 好啦 那我看一下 比塔羅啊 最近爆的最紅的就是 生鏽 這台有啊 這也沒有啦 比塔羅的通病就是生鏽啊 只是早晚問題而已 他目前是沒有看到 這是跟那個本田一樣 對啊 生鏽難免啦 看你鏽的嚴不嚴重 然後那之前去看那個 直接鏽穿 這就超嚴重 ZUKI會鏽穿? 有的會鏽穿 有的鏽是鏽到鏽穿耶 那有些就是做工品質的問題 好 帶你們看一下那雙腳 我就不出去開了 我先講喔 這台它是19年 然後19年有分 小改前跟小改後 它是小改後的 小改後就會有ACC 但是你要中階S版的才會有 它是中階的 中階的 中階的 沒有S 有S 中階S的 會有跟車 然後 這台車啊 如果 如果是我啦 同級這樣比較起來 90萬以內 新車90以內 你要有跟車 然後要有一些 哩哩哩哩的東西 IKEA那些有的沒的 可能就剩它了 對啊 因為你同級的可能 HRV 所以 THR太貴 然後 KEAX 他們都沒有跟車 就是它有 就是CP值比較高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那個 生修問題而已 蠻嚴重的 蠻多人是有這種狀況 這還沒有 這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就我覺得是看你車子放哪裡 怎麼顧它 放在哪裡不要 當然是車庫這樣 濕度要多少 算一下 可以Google 目前它這台車跑的公里說是 一萬四千多 然後都是在原廠保養 那我覺得質感方面我覺得 這個啦 這個我覺得很漂亮 我的車也有 包括你坐的 你看你坐的 中間這邊也是 中間這邊 然後旁邊是皮的 然後它這台是1.4的渦輪增壓 一樣會有換檔快波 然後大燈 它大燈很特別就是 它在前面大燈魚眼的部分 外觀 外面那一尾 有藍色的光光 我覺得這個在晚上看的時候是很漂亮 那Suzuki的車子 它本身對於底盤 我是覺得還不錯 你以前對Suzuki的定義 的看法有 重機 很少啦 路上很少遇到 對啊 你可能去露營就會遇到很多 什麼時候 吉普 那是後面才出來的嗎 沒有 吉普有的是前面很早就出來 你知道Suzuki 它那時候在19 199多年 2000年那邊就有了 鄉下人 四成四的 沒前錄影 四成四的就是以前你會看到一個排檔 住鄉下 就是在錄影 你聽我講完 我還要去錄影 以前你會看到一個排檔 然後旁邊有一個 2H 然後4H 4L 那就是四輪轉動 你怎麼有這樣 因為我以前有開過 你小時候就開車嗎 有 看 我開車開4年前有開過 可以吧 那我小時候就是有看啊 對啊 然後它在這一台再更頂級是 SO Grip 就是四輪轉動 應該是蠻多人會買那個等級的 不懂 觀眾懂 觀眾懂 觀眾一定懂 他唯一擔心的就是 他會不會成秀 就這樣而已 好啦 那我們剩下結尾 下次講 下次講 有看到嗎 有看到 這個 這個藍藍的 很漂亮 晚上如果開燈的話更漂亮 那因為它是要換FIT 然後FIT是2015年的 然後是頂級版的 正常情況下我們是 還要拿錢給它 對 因為畢竟它的車子比較新 那我們那一台FIT的網路開價是 47萬8 那所以我們這邊 車玩車最終的收購價格 這台車我們是收購57萬 對 那開價的話再開在 好這邊 這樣可以啦 好那 基本上這台車子它目前是都沒有問題 那也沒有生鏽的問題 但是 但以後不能保證 對 因為畢竟 有人遇到 就可能每一台都會遇到 對 那我們這支 車換車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好那如果有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想知道你車子的價格 建議你直接叫我們專放LINE 那我們有期間就馬上恢復 我要去顧及下一台車子了 大家下次見 拜拜 拜拜